我国的高铁车厢为什么有两个火车头 俗话说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人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火车的动力全部来自车头 而车厢是没有任何动力系统 此时火车车头就像是一个发动机 牵引着第一节车厢开始运动 后面车厢也会随着惯性跟着跑起来 但是高铁却不同 高铁的每一节车厢都配有动力系统 一旦列车开始运走 所有的车厢都会跟着一起使劲 所以高铁的运行速度 相比普通火车会快很多 车头的功能也没有普通火车那么重要 只需要管理好运行的方向就可以了 虽然运行速度变快了 但高铁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就是高铁的转弯十分困 如果要幻想 高铁就要绕一个很大的弯才能幻想 这就要建造一个巨大的转台 不仅占用面积大浪费土地 并且使用起来也很不方便 费时又耗财 为了解决高铁幻想难这个问题 我国决定在高铁前后 各加一个火车头 如此一来 火车就有了两个驾驶室 不仅这时就有人问 幻想只要像普通火车一样 把火车头拆下来 连接到另外一头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平白无故 加个火车头增加成本呢 这不是我们不想拆 而是根本拆不下来 我国的高铁车厢 是不能单解拆分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高铁为什么要将车头连在一起 车厢又为什么不能拆 要想知道这些问题的原因 这不得不说说高铁的发展是 1964年 日本建成了世界上 第一条高速铁路系统 东海到新赶线 随着时代的发展 各国也都开始铺设 属于自己的高铁线路 而我国直到2005年 才开始建设第一条高铁线路 最初在建造高铁时 我们并没有建造高铁的经验 为了尽快建成这条高铁线路 我国从日本和德国 引进了他们的技术 由于引进的技术来自不同的国家 这些原始车的编制 往往是八辆编组 或者是十辆一编组 为了对高铁进行统一管理 我国的铁路专家 根据我国的国情 最终将高铁车厢统一设置成八节一组 而高铁之所要这样设计 还是有一定的这一讲究的 为了让高铁拥有更快的速度 不得不考虑高铁列车的 动力单元的公寓和载重总和 通过计算 四节动力车厢和五节动力车厢 是最合适的配比 并且由于引进的是外国的技术 目前我国的高铁 基本都是动力分散式火车组 也就是说每列车厢 都是高铁列车的动力 所以导致高铁车厢不能单节拆分 每列高铁都是以八个车厢 为一个动力组的 随便添加车厢数量 都相当于多加了一个动车组 不仅麻烦 而且成本非常高 不是规定高铁都是八节车厢的吗 为什么现在有十六节车厢的高铁 随着中国经济的极速发展 原先八节车厢的高铁 已经无法满足我国极速增长的客流量 为了提升运输的效率 我国借鉴了国外高铁的模式 以四节车厢为一组动力单元 然后再一次的倍数来增加车厢的数目 于是十六节边组的动车组就诞生了 这种高铁列车实际就是将 两辆八节车厢的列车 拼合在一起的产物 因为是拼合的产物 这种做法起源于日本叫动车组重连 是一种常见的动车组运行方式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驾驶员 可以驾驶两辆连起来的高铁 所以会出现两个车头连接在一起的情况 此时便有人问了 如果是为了照顾客流量 那会不会出现三辆动车组重连 也就是六个车头的现象 目前中国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一来十六节车厢的客容量 足以满足我国交通的现实需求 二来三辆动车组就会有二十四节车厢 这样的常对列车的运营安全会有一定的影响 并且我国在修建高铁时 为了使高铁在每次进站时 对准每个上车的站台 因此要求所有车厢加一起的总和 不能超过站台总和的长度 所以为了照顾到乘客安全 三辆动车组重连自然不太可能了